結果現在全國民黨聲量最大的 居然是排名倒數第二名的馬英九 馬英九贏過誰 就是聲援馬英九的江啟臣 那現在國民黨該怎麼辦 那黃創下在臉書上講的這一段 如果連國民黨的老兵都反了 他當然反啊 我這一輩子 我做的一切努力 都被你馬英九一句話給搞垮了 什麼首戰及中戰 然後蘇琪說什麼 一天你台灣就投降了 你說國民黨那一部 如果馬英九真的要選黨主席 或接下來要選總統 這一些人會支持你嗎 當然國民黨在現在的這個氛圍底下 裡面的聲音出得來嗎 黨主席之前說不要九二共識的 現在都去挺這個馬英九 不過有一個說法啦 就是說昨天他們中央會上挺的 是挺說這個不要打仗這件事情 可是沒有去挺九二共識 因為中壯派的人 其實認為九二共識 這個年輕人根本就已經 根本不要這塊九二共識了 所以你怎麼看 這整個的這個局勢 不要打仗喔 誰誰想打仗 是啊 像是我們要打一樣 其實你你去細數 台灣從一九四五年 也就是國民黨來台灣之後呢 歷任的總統有蔣介石言家幹蔣經國 李登輝 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 最好戰的總統是哪一個 蔣介石啊 他一天到晚要反攻大陸啊 其他每一個總統都在避戰啊 所以不要把那個兩岸如果萬一發生戰爭的責任規則 於台灣 因為台灣現在我們根本沒有要打仗 我們現在防疫做得這麼好 我們幹嘛跟人家打仗 對 我們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 我們現在所有的國防的軍力 完全就是為了確保我們自己的安全而已 我們並沒有要打仗 所以這是第一個 所以國民黨最近從馬英九乙降開始一直把蔡英文往好戰的方向去推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論述 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我看到AIT主動公佈了一張照片非常有趣 那是我們的F16飛行員在美國陸客基地接受訓練的照片 他在幹什麼呢 在做空中加油 空中加油 對台灣南北才400公里需要空中加油嗎 當然不需要嘛 那為什麼要訓練空中加油 而且我們我們並不是每一架F16都有空中加油的 重點是我們沒有空中加油機 對我們沒有加油機 而且我們也不是每一架F16都有那個加油管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訓練 為什麼 為什麼AIT要放出這個消息 那F16如果可以空中加油的話 可不可以飛到太平島 當然可以 那我們當然需要空中加油機嘛 哦 對 那美國會不會將來考慮賣我們一台空中加油機 那不算攻擊性武器吧 對 對不對 那就是油而已嘛 對不對 好 所以AIT在這個節骨也放出張照片 當然有他的目的嘛 一方面他再告訴馬英九 你不是說美軍不會來嗎 美軍一直都在 不要再講了 第二個 中國昨天是的 射了四枚飛彈到南海 那到底有沒有命中他公布的靶區 不知道 我舉一個對照組 今年8月5號 美軍從加州的范登堡空軍基地 發射了一枚義勇兵3號的洲際彈道飛彈 打到六千七百公里外的馬少爺群島 旁邊的海域 直接命中 而且人家美軍還公布飛彈發射的照片給你看 不過中國你也稍微公布一下 對啊 對不對 讓我們看一下 對啊 而且說實在 不要再戳他了啦 你講你是航母殺手 有很多軍事專家講過了 因為第一個這個所謂的東風21D 沒有經過實戰演練 所以不知道到底打得中打不中 第二個 在一個一千多公里外 要打一個在海平面上移動的航空母艦 那是非常高難度的技術 所以不管他打得中打不中 但是他這個行為 你說打到南海難道是只針對美國嗎 越南法國的船不會經過南海嗎 日本的船不會經過南海嗎 台灣的船我們的海巡的艦不會到太平島去嗎 那其實對周邊國家是一個共同的挑釁嗎 越南都抗議啦 對好 那中國如此的挑釁 再加上有馬英九這個當中國的傳聲筒的內印 你看馬英九沒講一次話 環球時報人民日報就開始引述他的話 然後說這不是我們在恐嚇你們 是你們的卸任這個元首 自己講的 這是他在提醒你們蔡英文喔 對沒錯 可是我最近從馬英九開始講話 其實馬英九講什麼話 說實在台灣真的沒什麼人理他了 但是我一直在看國民黨的態度是什麼 一直到昨天為止 國民黨租隊友其實不多 大概這一位是其中一位 這一位是其中一位 吳思淮 吳思淮又來了 這個所謂的前陸軍的副司令嘛 對當過六軍團司令 六軍團司令耶 對戰爭非常瞭解 他在他的臉書 昨天下午寫的 他前面講的露露燈啦 說這個要戰爭還是要和雲廢話 當然要和平 他說戰爭是總體國力的對抗 這我也知道 那這不用你們說 然後呢 他說到目前為止呢 只看到國防部認真執行備戰 請給國軍加油 這個我完全同意 但是請看他最後 這個tag的地方 他說每次陳志的建議中招季嗎 國防專業還是打掃專業 不要把掃把拿來羞辱國防專業 這衝著蘇貞昌去的嘛 對不對 好 問題是 吳思淮 你這個真的是標準的叫做豬隊友 他這個話顯然就是衝著聲援馬英九 衝著要去嗆蘇貞昌嘛 對 那好你說吳思淮是不分區立委 某種程度代表黨議 可是昨天江啟臣在中常會的談話 真的讓我覺得整個國民黨 整個國民黨全都撩下去 是 你不要跟我講 黨主席講話不代表國民黨 所以從今天開始 還好鍾小平離開國民黨 國民黨態度就是跟馬英九一模一樣 就是守戰集中戰 美軍不會來 臺灣守不住 這就是中國國民黨對於兩岸萬一之間發生戰爭 國民黨的態度就是這個 因為昨天你們講黨主席江啟臣聲援馬英九嘛 那聲援就是支持嘛 問題是江啟臣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圖的是什麼 對 你已經是你明年已經是不可能連任黨主席了 那如果說你連這件事情都屈服於馬英九的淫威之下 下個月馬上的你們的全代會 我們對九二共識變成歷史文件 我們難道能有任何期待嗎 對 可是你別忘了喔 國民黨現在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去問國民黨終身代 他們每一個人都認為九二共識應該要調整了 國民黨的終身代有腦袋的 也沒有人會去呼應馬英九講的話 問題是江啟臣算不算是終身代 算了他六年級生啊 對 他卻去呼應馬英九講的話 一個黨主席 你代表黨在黨的最高決策機制 中常會裡面 你竟然去講聲援馬英九的話 對 那你國民黨你到底還要不要選票 那如果接下來 如被不幸被蔡思平嚴重 馬英九回來選國民黨黨主席 而且當選了 我跟你講民進黨會痛到睡不著 真的 因為如果讓馬英九來操盤 2022年的縣市長選舉 那大概就是可能就會重演 2018年只是這次的勝負方 剛好倒置 剛好反過來 可是我們希望台灣看到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 你你有什麼目的 你今天竟然會講一次也就算了 你從823炮戰紀念日前就開始一路講一路講 而且跟蔡英文跟蘇貞昌 你一股我一股 那你一個卸任的元首 你為什麼對我們的國軍 如此沒有信心 所以難怪昨天網友發動了連署 說要取消他的卸任領域 短短一天之內 一萬五千人連署 我們要問你八年內內 怎麼把我們國軍搞成這樣嗎 只一天就投降 你是三軍統帥 難道你沒有責任嗎 好現在更好了 也是我們節目來賓的黃鴻孝 所以他準備要去告馬英九 洩漏國家機密 因為你說首戰集中戰 那表示你知道什麼機密嘛 你洩漏國家機密嘛 大家想想看 這一千五百個 一萬五千個網友連署 也許因為我們的卸任政府元首 理育條例有他的法律名文規定 哪些條件之下可以取消 也許沒有辦法 最終沒有辦法取消 可是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這麼多人連署 你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主流的社會 特別是年輕人 對於馬英九這種言論 是根本無法接受 極度感冒的言論 可是你一個堂堂的 說要再起的國民黨黨主席 你還去支持馬英九 那你不是把國民黨往死裡打嗎